哦,哦,哈哈,学英语的时间又到了,很显然我们在跑道的尽头等待起飞,作为飞行员,起飞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你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哦,我们在跑道的尽头做一个原地的转圈圈,哇,夕阳落山了, It's time of sunset,what a wonderful view,ok,准备好起飞了吗,像那边起飞不是一个好主意了,你最好掉头了,对着群山起飞,we're going to fly over mountains,我们将会飞过群山,现在是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们是在学英语了,准备加速, 给我加速,加速,加速,speed,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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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飞,哈哈,这就是起飞的样子了,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我们是从Long Beach Airport起飞的, We take a car from Long Beach Airport, there are passengers,where we are going to,where we are headed for,我们现在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总之,先找一个机场吧, 哪个机场呢,看起来在我们的前方,注意观察我们的雷达,哦,对了,有一个问题,我要告诉你,我们这架飞机是有升降起落架的,你看到我们两个漂亮的轮子挂在我们的肚皮下面了吗,现在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找一个机场去降落,哦,高度已经足够了,做一个盘旋,turn to left,转到右边,哦,哦,哪里有机场,哦,那个机场是我们起飞的机场吧,哦,哦,那就不要降落到哪里了, 做一个迅速的掉头,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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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一个, Can you see the Purple Pond, the Water Drop? 是的,那个紫色的位置也许就是个机场,我们将要去降落在那里,啊,好像是,哦,天哪,难道降落在一架航母上吗, 是的,是的,那个紫色的位置也许就是一个机场,我们将要去降落在那里,啊,好像是,哦,天哪,难道降落在一架航母上吗,难道降落在一架航母上吗, 它是一架航母吗 我们要讲过到 Aircraft landing is a high-end technique high-skilled pilot can land on aircraft carrier 它是一个十字型的航母吗 有点感觉奇怪啊 不管怎么说 我们试一下吧 看我们的技术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准 机场的灯逐渐的亮起 减速 放下起锣架 高度怎么样 天啊天色变暗了 瞄准跑到镜头 瞄准瞄准 拔稳飞机 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想降落在这里的 稍微抬一下头 好像可以的 但是还没有触地哦 哦天哪 哦哦刹车 啊好像还可以 在黄昏中做了一个很不错的降落 因此机场给我们发任务了 Select a mission 选择一个任务吧 我们总是选择第一个任务 这一次我们选择第二个任务 好不好 第二任务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二个 Acceptible mission Drop some food at Ireland 在南岛 在南边的岛上 空 空投一些食物 它的飞行距离还是三架飞机的飞行距离 还是蛮长的 OK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吧 接受任务 松开刹车 准备起飞 加推力 加推力 我们是要到南方的岛上去 愣一些食物 drop some food to the south island 对了 我们现在是在学英语 我们可不是在玩游戏 你要记住我们是在学英语 我们这架飞机 要起落架收起 我的天哪 这座山来得太快了吧 赶快turn to right 做一个向右的 好 也许我们不会撞上它 给我爬起来 给我爬起来 climb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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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起来 OK 观察一下雷达 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爬升 你注意到了吗 我们的速度掉下来了 因为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 速度会掉下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爬过第二座山了 OK 现在平飞 那个速度 那个高度表的迅速下降 是因为山峰 山峰的远古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太低了 刚才看任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距离稍微有点远 就是说我们要多飞一些距离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海边的山区飞行 在海边的山区飞行 周围都是山 我们的高度还是在上升 还略微在上升 这个中间的气球呢 也就不要撞了吧 因为飞行距离有点远 我们还是飞得尽快地飞过去 可以看到 我们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 这条海岸线也许是向南的吧 我们向南部 飞到南部的一个岛上去丢一些食物下去 这次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 希望不要太远 但是通常我们不需要考虑燃料 我们这架飞机的航程 我们根据说 我们能够达到达到的範围 距离 距离通常是中性的 而range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任务中 我们能够达到多远 你看我们现在始终是在朝向 这个雷达 在雷达上 我们始终是在朝着它飞行 下面我们好像是过了一条 过了一个海峡 然后继续飞行 我们的速度大约是140多 这应该是英里吧 应该是英里 140多英里的话 每英里是1.8公里 那么就是说我们大约是 250多公里吧 OK 我已经看到了一些 空中的标记 我们已经可以用目光看到一些 用裸眼看到一些标记 我们就把东西扔在那里 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现在降低一下高度 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降低高度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一下子上来了 因为是在俯冲嘛 Speed 那个速度表通常称为Speed Speed 就是速度表 那个最后一个O Speed 再加一个O O表示一个圈圈嘛 就是速度表那个圈圈 Speed O Radar呢 我们的Radar 雷达显示 那个三角的绿点 已经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圆点 表示它变大了一些 然后我们降低一下速度 降低一下推力 但是因为是在俯冲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OK 有一行题是 Check your radar for the drop zone Check your radar for the drop zone Drop 丢下去 Drop zone 区域 丢下去的区域 我们就在这里 要把东西丢下去就可以了 怎样丢下去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OK 对位 加一些推力 因为我们的速度降得有点快了 好 我们进入drop zone We just entered the drop zone OK 你看 有一个绿色的 按钮一按 就把东西丢下去了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条提示 Good job 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要飞回去了 看一看 刚才我们把东西丢在哪里了 就是丢在那个小山头上 就是那里 OK 我们现在 尽快地找一个机场降落吧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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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英里 170多英里 在海边飞行 对位靠近水面一些吧 毕竟是在海边飞行吧 呼吸一下海洋的湿润空气吧 Land on airport for missions 降到一个机场去找任务做 OK 我们刚才完成了一个任务 去给一个 哇天哪 来得这么快 这个机场 俯冲下去 俯冲下去 给我降落 我希望降落 哦 起落架 起落架 天 天哪 可不可以 哇 给我推起来 哦 天哪 啊 起落架打开了 但是一不小心就冲过了跑道 做一个比较快的U-turn 看我们能不能直接再降回去 哇 这显然不行了 哇 推起来 推起来 拉起 拉起 好吧 我们就准备在这个机场降落了 起落架也不收起来 做一个U-turn 回来降落 好 现在做U-turn 降低推力 渐小速度 速度也不能减得太小 不能失去速度 OK 瞄准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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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 瞄准 瞄得不是很准 略微抬一下头 好 哇 有点过了 哇 不要这样装上去 哇 很斜嘛 斜的下来的 刹车 刹车 哎 刹车不是很凌啊 我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 全新语的时间结束了 把出耳机 扔掉手机 OK 任务结束了 但是又可以接一下任务 OK 就到这里吧 就到这里吧 任务结束了 英语学习的时间也结束了 OK 拜拜